很多人说是不是说现在希盟的马来票不高 你就会完全升级很多异级 也未必的 因为很多选区他是混合选区 有 如果马来票有三个竞争者 虽然我们的马来票可能不高 但是如果我们的非马来票还是保持高的话 那个选区 希盟的这个希盟的候选人 还是能够过关 马来票我们觉得肯定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现在的 你希盟的立场希盟的这个政策 还有我们的方向 你不能够比武统走更马来话 或者也比不上国盟走更马来话 因为我们还是保持一个比较中文的一个路线 一个比较多元的路线 所以你谈到马来尼城的课题 我们肯定的希盟的这个立场 肯定你 你不能够比国盟或者国阵 武统更加的 更加的 更加的 这个 这个 强烈的 国盟可以 因为国盟他基本上他的路线就是跑马来 他根本不理非马来人的这个资金有没有 他认为他的生存只是一个马来人 他加强他的马来人 他要可以讲到很保守很极端的一些论述 他最重要的他的对象只是马来人 所以 国盟可能对国阵来说是一个在马来全民方面 是一个大的挑战 是一个大的一个竞争者 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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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 不单的看民调 如果你看Rofo跟Ryu吉他的选举 基本上现在的 选民的这个 这个支持力 其实都一分三个 都是三个 联盟 都有 可以说差不多 同样的这个支持力量 可能国阵 会在马来选民方面 他是跟国盟竞争 所以 可能是国阵 overall来讲 他会高一点 但是他高也不会高到哪里 他可能是三个多巴仙 他overall的这个支持力 国盟差不多有20-30% 但是国盟我们知道 他竞争的对象只是武冬 竞争的对象只是马来选民 如果你加上非马来选民 这个 这个国盟的这个 这个支持力一定会低的 因为他谈不到非马来人的这个支持 西蒙的 肯定如果你只是 拼或者 对比这个马来选民 肯定我们是最低的 三个阵营里面现在 国阵 国盟 西蒙 在马来选民肯定 我们会开第三个 这个民调 一般的民调都 显示出这样的结果 但是如果你加上非马来选民 我们的那个情况就不同了 我们就跟国盟差不多 差不多一样的这个力量 所以他的那个 那个 因素呢 民调他不能够反映出每一个选区的情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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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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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от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